当着我妈的面做她没做过的手工 你又在搞什么鬼啊 没有鬼 我只是在玩一个很厉害的手工 呵呵 这不就是玩泥吗 有多厉害 不是玩泥 它叫做魔法瓶 要想坑我 这就是史莱姆 我才不会上当 呀 可别想看这个魔法瓶手工 你还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呢 开玩笑 就我多年的揉面功夫 弹弹手指就能赢你 喝 那你敢不敢跟我PK一下 来啊 输了晚上你洗碗 那银文你请我吃汉堡 成交 让你先来 就知道你不会 看我的 先倒入一包黄色的液体 这啥呀 感觉黏糊糊的 闻起来还挺香的 接下来 我们再倒入一包魔法水 搅和搅和 它就能成型了 这简单啊 变粉下多了就多加点水嘛 这不是很简单 嗯 开始拆盲袋 彩色的小钻石 蓝色的小猪猪 黄色的星星亮片 啊 这么闪亮 看来我赢定了 你急什么呀 我还没放呢 全部倒下去就完事了 这不也挺好看的吗 快看 我做好了 晶莹剔透闪闪发亮 是不是非常好看 啊 哈 还是得看我的 我的面也揉好了 你看看这拉伸性 再看看这揉刃的手感 这才是检验一坨好面的标准 可是我装瓶之后比你好看 你的一点都不透 那是因为我的还没消泡呢 反正我不服 小样 那就再陪你玩一局 行 这次让你先来 先来就先来 先加一点水 再来加点面粉 给它搅拌搅拌 这面糊可真香 这么稀 肯定不能成型 来看我的 加一点点水 再加入紫色的粉包 搅和搅和 看我大力出奇迹 没用 揉面讲究技巧 现在开始加配料 糯米丸子 彩色星星 紫粉汤圆 这做出来肯定很成功 别高兴得太早 我还没做完呢 加入爱心亮片 蓝色魔法石 粉色泡沫球 搅拌它 这怎么就凝固了 认输吧 还是得看你妈的 大家都来给我评判一下 你们说 今天晚上谁洗碗 没法 我上咤 我好